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念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九百二十九集,因果大成的源头。 在这声音出现的瞬间,摇溪雪的身体上,漠然爆发出一股滔天的妖气,在那妖气下,她的样子立刻大为改变,双手指甲瞬息延长,露出锋利的寒光,其头发更是暴增,与双脚齐平,充满了赤红之色。 尤其是她的容颜上,那些猙獰的疤痕,此刻如同活了一般蠕动,相互竟然诡异的连接,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符纹。 一股阴冷至极的妖气,更是在她的身上彻彻底底的爆发出来,向着天空轰然扩散。 转眼间,这大半个天地,几乎全部都被其妖气弥漫。 这妖气充满了寒意,更是在扩散的瞬间呢,下方的海面顿时就有咔咔之声回荡,却是大半个海洋竟然在这一刻化成了冰海。 海面上的海水迅速成冰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连接成片,甚至就连那波涛涌动的海浪也被生生的冻住,看起来放若冰雕。 甚至就连远处那海浪之墙也在这一刻被冰封,远远看去极为惊人。 一个阴寒的声音呢,从姚西雪的口中传出,如同寒风骤气,在这天地间横扫,以自己的肉身与魂魄为际线,彻底的成为了古腰九龄之一的寄居体。 这,就是姚西雪为了复仇,为了杀王林而付出的代价。 此刻,在姚西雪的肉身那样,操控这具身体的已经不是他,而是古腰九龄之一的风腰。 古腰多变,当年被分成了九份,每一份都拥有独立的神志,其中有想要重新凝聚者,但也不愿相互融合,而是独自逍遥者。 在这数百年的时间内,贝罗连续吞了七腰,修为恢复到了当年的八成,还剩余的两成之力,便是在这风腰的身上,与其他古腰之灵选择的方法不同。 风腰从心里不愿凝聚,故而不惜代价,另辟竭尽。 在与无数人融合失败后,最终选中了姚西雪,借着其心中的恨为执念,成功地融合。 这种融合,净乎疯狂,并非是夺舍,而是先把记忆传承给姚西雪, 让其拥有自己的记忆后,忍受巨大的风险,让自己腰体崩溃,化作无意识的腰气存在。 如此一来,就等于是放弃了自己古腰之灵的身份,相当于死亡,以死为代价,不给贝罗半点吞噬的机会。 这一点,即便是贝罗也丝毫没有料到,当他反应过来时,已经晚了,风腰崩溃。 姚西雪虽说拥有了风腰的记忆传承,但却无法全部开启,只能打开一部分,吸收腰气。 这数百年来的吸收,在其体内,腰气依然凝聚到了一定的程度。 若是他永远不选择唤醒全部传承的记忆,那么,风腰将短时间没有苏醒之日。 实际上,这也是风腰在赌。 赌姚西雪为了复仇,为了换取更强大的力量,会选择放弃一切。 况且,即便他赌败了,也没有关系。 随着姚西雪不断地吸收腰气,当这腰气达到一定程度后,就可自动地冲击记忆传承,使得记忆全部打开。 这种方式的存在,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风腰存活了。 真正的风腰已经崩溃而亡,存在下去的只是其记忆。 而姚西雪只不过是这记忆的承载体。 在记忆全部开启的瞬间呢,姚西雪自身的所有记忆都会被吞噬。 半点不剩之后,这副身体内拥有的灵魂,唯一的记忆就是风腰的一生。 如此一来,他就是新的风腰。 面对这一现象,即便是贝罗也是无奈,他想要的腰灵已经崩溃,更是放弃了古腰尊贵的身份,成为了腰修,而非古腰。 此刻风腰的记忆在姚西雪的复仇执念下全部开启。 姚西雪的记忆迅速被吞噬,唯一剩下的就是对亡灵的恨。 让风腰即便是吞噬了其记忆,也无法将这恨给磨灭。 妖影闪烁中了,风腰双目露出寒光,盯着亡灵。 你与姚西雪之事,本腰不会去管。 他开启了本腰记忆,其自身一切存在,已经被本腰吞噬。 如此看来,本腰也算是帮你做了一件乐事。 风腰舔了舔嘴唇,身影缓缓后退。 随着其后退,冰冻的海面立刻融化,丝丝寒气升空,迅速融入风腰体内。 他此刻内心极为谨慎。 眼前这个修士啊,在他看来,属于危险的范畴,尤其是对方肉身的气息啊,更是让他几乎倒吸口气。 之前答应姚西雪,只是为了骗对方放弃一切。 即便是方才那句,如你所愿,也只是安抚最终被吞噬的姚西雪,不要反抗。 眼下一切都已经完成,他封腰才不会为了一个失去了价值之人,去冒险于眼前这个让他感觉有些可怕的修士对战。 若那姚西雪要杀之人很弱,他倒可以顺手为之,但眼下前方之人啊,却是让他感觉极为忌惮。 况且,他现在的修为比之当初要弱很多,如此一来,更加不能轻易设计。 死地是先帝洞府静志之一,若是把这静志全部触发,对你我来说都会很麻烦。 你我之间又没有什么愁戏,如此在下便告退了。 封腰说着,身子不断后退,王林沉默中啊,缓缓抬头,目光落在了后退之中的封腰身上,从其外表上啊,还依稀可见姚西雪的样子,只是给王林的感觉已经彻彻底底的换了一个人。 虽然呢,魂魄还是姚西雪之魂魄,眼中杀鸡默然一闪,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出。 在他身体前行的瞬间呢,始终盯着王林举动的封腰,立刻双目瞳孔一缩,毫不犹豫地向后急迟暴退。 他名为封腰,奇俗绝非寻常,尽管此刻只是要修,但速度啊,仍然还是快到无法想象。 随着其后退啊,几乎瞬间就消失无影。 王林神色平静,身体外骨神大鼎,漠然间闪烁而出。 右手向前一指,心神一动中啊,立刻在前方无尽之处,便有光芒闪烁。 却是那逃出很远的封腰身体外闪烁光芒。 眼露震惊中啊,全身光芒一闪,竟然瞬息间就被强行拉进王林身前。 王林的身子啊,没有任何停顿,行云流水般在封腰临近的刹那,右手食指点在了封腰眉心。 轰的一声啊,那封腰身子立刻倒退,一口鲜血喷出,眼中露出浓浓的寒芒。 我知道,唯英国,英国意境之大成,不但需要解开自身一切迷惑,更要彻底地融入其内。 王林好似自语,说话肩脑,向前走去,直奔封腰。 封腰力笑一声啊,后腿中双手掐绝,立刻浓浓的腰气轰然间弥漫四周。 下方的已经融化的大海,在一次咔咔之下,成为了冰海。 更是在封腰一挥之下,数万里海面轰轰碎裂,无数冰块飞起,带着呼啸之声直奔,亡林而来。 小小修士,本腰园不想杀你,但你却不知好歹。 风妖之声回荡中啊,那无数冰块,如同一道道利刃,冲向王林,瞬息间就临近了。 方眼望去,天地之间几乎全部都被那无尽的冰块笼罩。 齐齐向着王林呼啸,仿若要把王林彻底的冰封崩溃。 在这些冰块临近的刹那,王林抬起右手,向前轻轻的一挥,立刻便有一片火海在他前方轰然弥漫而出。 这火海初始,伤害不大,但几乎瞬间就如同爆发一般,以王林为中心向着四周轰然扩散。 一时之间,整片天空一片赤红,竟然全部都是火海弥漫。 那些急速来临的冰块被火海一冲,顿时融化成水,但立刻就变成了一片白气深空。 几乎瞬间呢,在这天地间除了火海外,就是一片白雾渺渺。 风摇双眼瞳孔猛的一锁,倒吸口气,他本就已经高估了王林, 但此刻却是发现了,自己的认知还是少了。 眼前之人不是可怕,而是恐怖,即便是他巅峰之事,也不敢言完胜。 更何况现在新生后啊,只有相当于窥孽后期的修文。 遥吸血之事,便是我王林因果之道大成的最后一个关键。 数百年来无形之中,我已然深陷其内,成为了这桩因果的一部分。 唯有彻底地融入因果,方可感悟出我需要的意境, 就如同地狱,不入其内,安置其欲。 王林双眼明雾之色更浓,身子向前迈去, 此刻呀,他的全身被火海弥漫。 随着其前行,火海更浓,横卷之下滔天而起, 散发出浓浓的高温,直奔风摇。 风摇心神震动啊,咬牙之下,毫不犹豫地右手抬起, 抑制天空,低河道。 风之规则。 死盈一出啊,立刻在这天地间, 顿时就有一股妖风呼啸而来。 在风摇身体外环绕,轰的一声化作无数碎风。 这些碎风弥漫,在风摇向前抑制之下, 立刻袭其直奔往灵而去。 在这一刹那,天地色变,全部都被妖风弥漫, 就连地面的大海也在这一瞬间发出轰隆隆的巨响。 海浪滔天,剧烈地翻滚, 天空更是出现了无数细腻的裂风, 仿佛在这无尽的妖风下将要崩溃一般。 碎裂的妖风如同一把把锋刃, 横扫中就连那火海都未知一案, 仿佛要熄灭一般。 只是这风啊,催在王林身上, 却是无法让王林退后半步。 他缓缓地前行,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, 任凭那些风吹到全身。 如今, 我深入因果之中, 破开一切, 因果之道方可大成, 我之道心才可突破。 王林右手握拳, 在破字出口的刹那, 向前狠狠地一击而出, 只听轰的一声惊天俱响, 随着王林的一拳那儿, 立刻古神虚影, 漠然间幻化而出。 头顶天, 脚踏大海的古神虚影, 同样挥舞幼拳, 与王林一同轰击而去。 古神? 风妖倒吸口气啊, 他方才就觉得, 王林身上那可怕的气息有些熟悉, 但悠久的岁月之下, 却是让他忘记了很多事情。 但眼下, 看到这虚影的刹那, 却是让他立刻就唤醒了当年的可怕记忆。 你竟然是古神? 风妖头皮发麻, 二话不说, 身子立刻暴退, 几乎化作了一道风, 以极快的速度疯狂地逃断。 我之前所做一切, 在这因果之道下, 没有错, 因果之道至今未大成, 正是因为我的道心, 在这千年的杀戮下, 有了破绽, 有了心魔一般。 王林的一拳啊, 轰然中立刻与那无尽妖风碰撞, 顿时便有碰碰的惊天之音回荡。 在这一拳之下, 前方妖风啊, 被生生的死裂, 向这四周横扫道绝。 王林盯着远处, 依然消失无影的风妖所顿之处, 神色没有半点焦急, 一拍楚代, 立刻那枯服出现, 被王林拿着贴在了自己的身上。 各位听友,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鲜秘》, 作者尔登, 演播丸子冯宝宝, 后期制作云曼, 更多精彩有声书, 尽在喜马拉雅。